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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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十居其口的媽媽 都是要上班的 很多小孩子當媽媽坐月的時間 關係緊密、很開心愉快 但當媽媽想上班 她又不讓你上班 那些媽媽又產生很大的壓力 為甚麼呢? 又要賺錢 不上班又不可以 但每次上班 子女又不讓媽媽上班 不准坐月,不准出去 不准出門口 那媽媽又產生壓力 那我們如何處理呢? 我們要反思一個問題 究竟小孩子會否在成長過程中 有很多病痛、很多不舒服 而在這段時間 媽媽提供了很多安全感 令到她們熱媽媽做水泡 即是不想水泡離開自己 如果有病痛而引氣的 家長要體諒更多 而有些小孩子純粹是扭 扭完轉頭便沒事的 不是真的分離不了 只是想引媽媽去注意 和媽媽有種氣弄式 家長可以狠心多些 我提醒家長 不是當上班的實力 才會玩失蹤 玩突然間不見了 應該在家庭環境裏面 有時試一下去到街上買東西 她不見了一會兒 試一下可以在同學朋友的家 半小時又可以媽媽去買東西 這些小片段的分離是練習了 到媽媽上班的時間大 片段的分離便容易適應了 各位小朋友未開出這個問題的時間 加上要循序戰進 試一下和受制分離 這樣才令家長上班容易 上學容易 大家要注意了